随着美股周一特斯拉股价以6.27%巨大跌幅收盘 特斯拉CEO马斯克也将全球首富的宝座拱手 让给了奢侈品行业巨头LVMH集团首席执行官伯纳德·阿诺特 自2021年9月超越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成为世界首富之后 马斯克过去一年多以来一直占据福布斯富豪榜榜首位置 但随着12日特斯拉股价大跌 马斯克身家随之缩水了74亿美元 至为1813亿美元左右 比伯纳德·阿尔诺少49亿美元 在上周特斯拉股价的不断下滑 已使得马斯克全球首富的位置岂极可危 马斯克全球首富头衔得于特斯拉 现在也失于特斯拉 根据美媒报道 正是因为特斯拉股价的大幅飙升 使马斯克超越贝索斯 随着特斯拉今年初契金股价遭腰斩 马斯克在福布斯富豪榜上的排名 最终将第一名让给了伯纳德·阿尔诺 CNBC网站报道认为 欧美经济前景不明朗 但奢侈品集团业绩出人意料 LVMH集团今年第三季度销售额 同比增长19%至197.55亿欧元 超出市场预期 今年LVMH股价仅下跌1.5% 此外 业界把马斯克丢掉全球首富宝座的原因 主要归结为 在收购推特后 马斯克移情别链 据福布斯网站报道 知名投资机构 MaterTBAC首席市场策略师马特·马雷表示 特斯拉股价下跌的最大问题 是许多投资者对其失去进行 因为马斯克将太多注意力放在了推特上 华尔街日报引用一位分析师的观点认为 当前全球电动汽车竞争日益激烈 特斯拉产品限宅且定价高 同时特斯拉还面临中国竞争对手的紧追 再加上全球经济低迷 需求似乎愈发成为特斯拉面临的一个问题